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门课程叫做维基分一 那我是这门课的授课的教师李博坚 我们这门课是两学分的 那我们的教学的方式是采用的是混合式的教学 那什么是混合式的教学呢 就是一部分是在校内面授 一部分是在线上 那么这个线上还有在面授的这个比例 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络大学之中 给各位同学做公告 维基分一的科目宗旨 是主要是利用数学的工具 利用数学的工具应用在我们的管理上面 用我们的数学的方法去分析问题 解析问题 寻求最高的一个获利或最低的成本 我们现在来谈我们这门课的学习目标 我们学习目标有分三个步骤 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结合高中值 所学的一些数学的基础 然后再结合我们现在新学的 维基分的一些符号 能够彻底的了解它的意义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培养同学能够活用 我们所教的定理 还有一些技巧 能够很顺畅的去解一些 我们的应用的问题 最后一部分就是态度的部分 对于态度的部分 以数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希望同学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 而且学习一定不能模糊 对于我们所用的定理 一定要清清楚楚 每一个步骤都能够让自己了解 能够有平有据 我们这门课的学习的对象 主要是三管学院的一年级的同学 当然各位同学有兴趣 欢迎过来选修 我们的学前能力 主要就是高中值的数学为主 但是如果说高中值的数学 认为自己没有学好 也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也可以在这门课能够学得好 然后在于这个学习的方法的部分来说 我给各位同学的建议是 在课前能够上网去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在课中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不要客气 尽量的发问 课后的话 当然我们有一些习题 有一些作业 各位同学要练习练习 这样子对同学来说 就会很有帮助 我们为积分一的教学大纲 在前三周 我们是为同学的话 做一个复习的动作 大部分都是以基础数学为主 第四周的时候 我们进入的是极限的部分 那这是比较重要了 开始进入维分的范围 到第八周之前 都是教各位同学维分的技巧 那第九周就是进行我们的期中考 那原则上我们第九周的期中考的范围 就是以维分的部分为主 到了第十周 我们开始进入一些 就是三角函数 以及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 叫做维分的应用 维分的应用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在 我们要找极大极小 我们有罗毕达 还教各位同学 近似值的求法 这一部分 是我们在期末考之前的话的 很重要的范围 但是我们在第十六 十七周 十八周的那一部分的话来说 因为积分的部分 稍微比较难 比较多 所以我们放了一些 积分的基础在这边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要记得 我们到第十八周 就是我们的期末考了 在我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之中 我们有一些作业 讨论以及测验 我们都会公告在 我们的网络大学的上面 那各位同学记得要看 谈到我们这门课的 成绩的考评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混合式的教学 所以我们线上的课程 各位同学的话 一定要仔细的看 不是只是点点就过去了 那么我们线上还有一些 作业 讨论 测验 各位同学 一定要切实的去参与 那么我们详细的 计分的百分比的话呢 我们的话已经公布在我们的上面 各位同学可以参阅 那这门课对于未来的方向来说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维基分二 如果各位同学觉得有兴趣 各位同学的话也可以去选修 那么我们相关的课程 跟我们有关的像是经济学的部分 还有有关于二年级以后的统计学 管理数学 这都是我们未来的话会碰得到的相关课程 关于网络大学的部分 老师有三件事情要提醒各位同学 第一件事情 各位同学进入了网络大学后 第一次你们要填一个email的账号 记得一定要仔细检查这个email要正确的 否则老师联络不上你 第二个部分就是 请同学善用新手上路 如果同学对于这个系统操作不熟悉 那么请各位同学看一下新手上路的部分 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各种疑难的问题 如何排除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各位同学的话 在修这门课的时候 请你们每个礼拜至少要上去看一下我们的公告 那么老师有任何的情况消息 都会利用这个公告来通知各位同学 那么也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在这门课修得非常愉快 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